兄弟 你说话实在太豪爽了 咱们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 要不 咱们结为金兰兄弟 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 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 在下求之不得 我认为金兰兄弟 谁 谁 围托鼠拳法霸道 需调动全身内力 灌注于双拳之上 从赵海 地基 经基门 大横 至天拳 曲泽 以内力重重冲刷 如万流归海 美境一处 则尽道倍增 你是谁 你修习打鼓棒法 一味图快 而无法精进 修习慈悲刀法 却不解慈悲之意 如今这委托楚也是一样 徒有其行 而不得其神 长此以往 如何能有长进呢 你到底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不用管我是谁 把武功练好了才是正经 这委托楚 讲究的是寸净 看似平平无奇了一拳 实则百拳千拳 尽力齐发 方能让人肋骨尽碎 肝肠寸断 似你这般一味在招式上做文章 何日才能融会贯通呢 前辈教训的是 听前辈口气 与我慕容家颇有渊源 若前辈能够多多自教 慕容府感激不尽 打电话 你 四教说不上 不过看在前辈的面子上指点一二 免得你辱没了孤苏慕容的名声 前辈 我忽然不忽然 potentially 回头 走 来者可是乔逢乔帮主 正是在下 不知兄坛有何贵干 我乃西夏一品堂勇士奴儿海 护送东征大将军贺连铁术 初始变量 将军与武学一道情有独钟 特来中原拜会各位高手 听闻乔帮主声名过人 特派我前来夏战书 请求与乔帮主一仗 在下先有要事在身 要赶往少林 恐怕无暇迎战 教花子找何尝能有什么要紧事 都说北乔丰 南慕容 我家将军经理是中原武林中 数一数二的高手 果然先来约你 少林寺悬辞方丈 德高望重 但年事已高 古苏慕容又轻巧一派 赢了也显不出我家将军的本事 若乔帮主只有这么点弹量的话 中原武林当中 还有何人可以与我们家将军一战 休得如此猖狂 帮主 你要再不应的话 我老叫花的可就先赢了 行 回去禀报你们将军 就这几日 我们切磋切磋 既如此 那就定在三日之后五十 咱们会山梁平溅 小算 回去告诉你们将军啊 到时候我们家帮主 会让他尝尝中原武林的厉害 真是磕睡来了送枕头 来得正是时候 对 古人说着一醉解千仇 如今我段玉啊 截然一身 又何妨不能效仿之呢 客官 您这边请 您请坐 小二 帮我打一壶酒 再帮我配好四色韭菜 得嘞 有什么吩咐您叫我啊 向金业 好一条大汗 这定是燕照北国的 悲歌慷慨之事 不论江南或是大理 都不会有这等任务 那包不同 自吹自擂什么阴气勃勃 似这条大汗 才称得上阴气勃勃这四字 小二 来嘞 这位爷 还有韭菜 都算在我这桌上 好嘞 兄弟 少俩一起喝酒吧 最好 最好 小二 把我的碗筷 都移到那位爷台桌上 得嘞 兄台幸亏 你请我喝酒 这杯子太小了吧 小二 您吩咐 一会儿换两个大碗了 再打十斤高粱 爷台 这十斤高粱喝得晚吗 这兄弟请喝酒 你替他省钱啊 十斤不够 打二十斤吧 得嘞 高粱酒二十斤 您慢用 来 好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待会儿酒后失态 凶台莫怪啊 来 干 爽快啊 爽快 兄弟 酒量不错 我这酒量啊 来 我这酒量 它也是因人而异 有句俗话叫做 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看这一碗里 最多也就二十来杯 要倒满一千杯的话 我们得喝四五十碗呢 那咱们得喝满汤 喝满汤 天下在秦子下 白痕岂能够潇洒 盼脸下风雨潇洋 来 来 心大荡不过家 生死那个更可怕 断不了那分千锅 妙之吉矣 再来 自己来了 再来 再来 再去 蜚籽下 爱恨岂能够潇洒 叹眼相逢雨交将 心大荡不过家 生死那个更可怕 断不了那分牵挂 梦醒来 痴心迷思在 何尝不知 拂休 小二 再来二十斤酒 任兄啊 我们已经喝了 差不多有四十碗了吧 四十碗 还挺清醒的 数目算这么明白 任兄啊 要我说 我们二人呢 是棋逢对手 降狱良才 要是真要 非得分出个胜负来的话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啊 我们要是再这么喝姜下去的话 小弟身边的酒钱 倒是不够了 好吧 酒也喝了 肉也吃了 咱们走吧 好 兄弟 看你脚力不错 要不啊 以我乔奉比比脚力 愿意奉陪 走 走 兄弟 脚力还行啊 好 咱们再跑一段 好 走 走 兄弟 跑太猛了 不知这位兄弟是哪儿人啊 啊 在下大理段氏 出来江南便能结识 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 实施在下之大姓 刚才乔兄自导姓名 可是姓乔名峰吗 正是 在下乔峰 你是大理段氏的子弟 难怪啊 不是来江南有何贵干啊 实不相瞒 我呀 是被人所情而至的 被何人所情 说是吐蕃国的国师 叫做鸠魔智 说要拿在下 去和慕容公子 换一门什么武功 在下也是刚刚脱险 所以不愿回家 就只能漫无目的地 走到哪儿是哪儿了 不知乔大哥接下来 有什么计划呀 我原要去少林 但明日 与人约在会山比武 所以在此逗留几日 是 比武 乔大哥 那不如这样 小弟虽然不会什么武功 但是也想跟着去 凑凑热闹 你看如何 好 咱俩见面就是缘 天还上早呢 咱们再回去 喝他个痛口 大哥 事不相瞒 方才我与你拼酒 那都是骗你的 我喝进去的酒啊 顺着我体内的生气 游走于各个穴道 能从指尖流出体外 与我当然没什么影响了 但是如果再这么喝下去的话 有伤跪体 所以我这才叫停 乔兄莫怪啊 你这是 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齐功 正是 在下也是刚刚学会 还生疏得紧呢 我听闻家事说过 在段氏 有一门六脉神剑齐功 能以无形剑气伤人 不知是真实假 果然 还真有气神功啊 在我看来啊 这门神功 除了和乔大哥在赌酒的时候 可以作弊之外 其他的我也没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就好比说 那揪摩是把我擒住的时候 我就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 所以我想啊 一定是这世人 对这大理的六脉神剑 渲染过剩 这吹得也太夸张了 兄弟啊 你说话实在太豪爽了 咱们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 要不咱们结为金兰兄弟 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 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 在下求之不得 好 你这次看着想bean 你女生 那是个小帝 我快来来 闭嘴 我快来来 我快来来 那也就不得了 那是我的 我快来来 你才会 你放大力 我快来来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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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宇今年二十岁 我大年有十岁了 大哥 贤弟